一次,波斯逆王发心供佛吉诸比丘三个月,他在王宫外设置华丽庄严的大讲堂,种种灯饰饭时,一被卧具医药面面俱到无所缺乏。 三个月过去,一切圆满,他欢喜地对佛陀说, 我曾听佛说,与畜生时,祸福百倍,与饭戒之人时,祸福千倍,与持戒人时,祸福万倍,与断育仙人时,祸福一倍,与将得虚陀还者时,祸福不可济, 就更不要说不失虚陀还,司陀汗,阿罗汗,阿罗汉,辟之佛和佛陀饭食了,祈福不可称计,我所作功德,今日已半。 佛陀阻止道,大王,物作誓言,生死长远,不可称计,应作福无厌,为什么说所作已半呢? 佛陀接着开示道,九远节前,灯光如来在此言福提出世,度化八十亿阿罗汉,常随佛左右教化众生, 有一国王,明曰地主,发愿尽行寿供养灯光如来及八十亿阿罗汉, 他在城外不远处建造华丽庄严的讲堂,供养一切所需,面面俱到,七万岁中无有懈怠, 七万岁后,灯光如来涅槃,地主国王以百种香花供养,起立塔庙,以七宝装饰。 后,又七万岁中,八十亿阿罗汉各个入灭,地主国王又收起舍利,起似玄番香花供养,直至地主国王去世。 说到这里,佛陀问波斯尼王,大王,您知道这地主国王是谁吗? 他就是我的前身,我在那时七万岁中无鱼供佛,又七万岁中供养佛像舍利阿罗汉等,无所乏少。 但我以此功德只求服幼,不求卸托。 大王,您可知那些服幼今天是否还有剩余? 大王啊,我如今观察,那些服幼一丝一毫都没有了,这是因为生死长远不可称计,切不可说我所作服幼今日已半,而是应该以身口意所作诸行,尽求卸托。 不求在无边的生死长叶中拾其福业,波斯尼王闻言深茅直树,悲弃交集,礼佛忏悔,佛陀告曰,善哉善哉,大王改往修来,我今受如悔过,更莫复躁。